Sonia推介了卡姆丹克太阳能 大家可以留意 接着谈谈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内银股 刚才我提到内银股陆陆续续公布了业绩 其实它们普遍的盈利升幅到三成 但到底内银股 Sonia还看不看好? 其实都会看好的 因为人行业始终是百业之母 所以如果内地经济是起飞 对内银股的投资价值 始终是比较好 而且无论上年的全年业绩 或者今年的首个业绩 如果比市场与期 证明它们的赚钱能力都比较好 所以对整个股值上 或者整个盈利贡献 我相信对他们来说 都有信心 而且内地在过去一年 或者过去的时间不断收紧银根 好像对内银的盈利增长 盈利能力都没有受到影响 例如农行那些 盈利表现也是不错的 但我想问一下Sonia 如果真的要选内银股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留意些什么? 其实有几个方面可以留意一下 第一当然刚才提及了 一些盈利的增长情况是怎样 第二都可以提及到 例如一些利息收入 以及一些非利息的收入 对于他们来说 都看到有多方面的发展 对于他们之后的盈利贡献 其实就会更加清晰 第三当然可以看到他们的资产的质素 从而看到他们的不良贷款的影响性 对于他们之后 会不会有多的不良贷款 当然我们都可以提及到 一些资本充足比率 因为这方面 大家对于收紧银筋 其实都见得到 内地将一级资本充足比率 其实无疑常提升了 所以这方面 对于他们之后 会不会有集资的机会 这方面都是值得投资者去注意 好啊 教了大家怎样去看 我想问一下 如果真的要选择的话 其实有哪些 你觉得可以留意着呢? 其实如果这么多的办法 或者这么多的股份来说 我相信 就会对于四大国有银行 我相信 那个信心就会大一点 因为他们的一个议价能力 其实无疑 对于一些小型银行 我觉得他们相对上 之后的日子 其实的议价能力是比较高一点 所以他们的一些风险 一些资产的质素 其实比起其他的小型银行 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相对上 其实投资他们的风险 就会没有那么大 好啊 如果说四大国有银行 也有四间 不如你教下大家 如何选择 例如公行、中行、龙行和建行 我记得你之前上来我们的节目 都有推介过龙行 龙行也是继续看好的 龙行也是继续看好的 因为始终今次的成绩表来说 龙行都可以说是这么多银行 都算是不错的一个表现 因为如果真的看回他顺利来说 安年也有百分之三十六的一个增长 去到341亿人民币 是的 而且见得到 他今次的非利息收入 可以说是刚刚公布了这么多股份 一些业绩来说 算是表现得最好的 因为只是说他的非利息收入 无论他的一些佣金 或者是手续费的收入 这方面 按年其实是有百分之六十三点五的一个增长 其他银行其实都没有这么好的表现 还有看回他的利息收入 其实按年都是有三成以上的增长 这方面其实都见得到 无论说他的淨利息的一个扩阔 或者是他一个非利息的一个收入 都有一个增长在 所以对于他的一个投资价值 我觉得相信之后来说都是有信心的 好啊 龙行今天收市就四个五毫九 今天跌了三百分之三 那你觉得现在这些位置是否都可以留意 还是还是等低些 或者是什么位置入呢 其实都是等低些 因为大家现在都担心一个收价人根的影响性 所以对于真的来人股的投资价值 其实对于投资者来说 不需要这么心急着 如果真的讲到农行的话 相信都可以抠下低些 去买入 第一个买入价就是四个半 这个水平才买入 第二个买入的区域 相信可以说四个两毫五 这两个买入价 相对上 我想防守性就会高一点 明白的 除了农行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 因为四个国有银行 其实还有其他银行股 还是你还是看四大国有银行 其实如果其他的话 相对上 无论是工商银行 或者建设银行 其实投资价值都是比较好的 但就会稳健一点 因为见到他们的增长 在近年来的一个表现来说 都会开始比较稳定了 相对上来说 中国银行 今次的业绩 其实就同市场符合 但是如果再看 他无论一个利息 或者非利息收入来说 亦都增长性不是那么大 所以如果真的是四大国有银行来说 进取一些的投资者 可以首选就是农行 如果是稳健一点的投资者 公行和建行 其实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啊 不如问一下公行 公行他今天收市是六角五毫七 其实现在这些位置 是否都是高了一点 还是可以等一等先 其实现在对于内银股的 一个投资价值 我相信都可以等一等 因为大家都在害怕 究竟内地会不会 还是有一连串的 一些收紧的政策 所以如果来说 好像今天这样 都可以收回之后的水平 例如6.3万或6元这些水平才再买入 好啊 谢谢Sonia 这么详细的分析 刚才提过股票 你有没有持有的? 持有龙洋行 好 谢谢 好了 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提及投资者 投资涉及风险 投资之前记住做足功课 如果想重温节目内容 请留意以下的网址 有问题想请教专家 亦都可以以电邮联络我们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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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